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ro 最近我們對岸偉大的祖國已經正式進入了文革2.0的時代 那可能有一些人不了解習近平為什麼要堅持做這種開倒車的行為 所以在這支影片裡我們就來簡單的探討一下 那其實政治說穿的就是一門後黑學 所以只要你夠了解人性 那麼你就看得懂政治 那相信各位都明白一件事啊 就是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人存在 因為只要你是個人 那麼你就一定會犯錯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好羞恥的 但差別就在於每一個人對於做錯事的處理態度都不太相同 一般來說呢可以被分為四種類型 那舉個簡單的例子給各位啊 假設說你今天洗碗洗到一半 不小心把盤子給摔破了 而你媽剛好在他房間所以沒聽到聲音 那麼遇到這種情況時呢 第一種類型的人他是會主動講出事實並且道歉 然後自己把地上給清理乾淨 除此之外呢還會承諾下一次洗碗的時候會特別注意一點 簡單來說呢就是屬於負責任的類型 那第二種類型的人呢 雖然也是會道歉啊 不過他並不會主動去道歉 而是要等到他媽發現後 知道自己躲不了了才會這麼做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逃避型的人 那至於第三種類型的人呢 則是會在盤子摔破的時候 去想盡辦法把錯推到別人身上 比如他可能會跟他媽說 盤子呢是被風吹倒的 不然就是說什麼 啊這個牌子洗碗精太油了 所以才會讓他抓不住 又或者是昨天念書念得太晚啊 所以體力不好導致沒精神之類的 反正千錯萬錯絕對不會是自己的錯 而習近平剛好呢 不是屬於這三種類型的人 因為他被我排在第四種 也就是神人類型 所以當他今天不小心把盤子給打破時呢 他會先選擇逃避 然後等到他被他媽發現後 再把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 但如果他媽堅決相信 盤子就是你習威尼摔破的話 那麼他就會馬上拿起另外一個盤子 用力的往地上摔 而你如果還要繼續再究責下去 接著你就會看到更多的盤子被他摔在地上 這樣做的目的呢有兩個 第一轉移你的注意力 讓你去忽略之前被他打破的盤子 第二 威脅你別再說盤子是被他打破的 不然呢他就會繼續摔下去 反正我就賭你 不敢再跟我提盤子被摔破的事 只要你敢提我就再摔 你每提一次我就摔一次給你看 就算盤子被摔光也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家裡 還有其他你認為值錢的東西可以摔 這也是為什麼自從慶豐帝上任以來 中國就開始慢慢倒退走的原因 因為每當他做出一個錯誤的決策 而黨中央的幹部或是底下的人民 對他感到不滿時 他就會為了封住這些人的嘴 而做出另外一個更錯誤的決策 直到全國上下沒有任何一個人 敢再說他的壞話為止 所以嚴格講起來 最近的中國之所以會加速開倒車 跟黨內那一群反對習近平的人 絕對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就跟當年毛澤東搞文革的原因是一模一樣的 那說穿了老毛跟習近平 其實都是同一種類型的人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都經不起別人的指責和批判 所以當你說他們是壞人的時候 他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你說我是壞人 那我肯定還不夠壞 因為如果我真的有那麼壞的話 你怎麼可能還敢說我壞 所以我要從現在開始變本加厲的壞 我要壞到以後沒有人再敢說我壞 而當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說我壞的時候 那麼我就會自動變成了一個好人 所以如果各位想阻止文革2.0的發生 那麼你就必須從今天開始 停止講習維尼的壞話 並讚揚他是全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領導人 直到他哪天掛掉為止 不然他就是快點找人把他給幹掉 送他去見上帝 真的就只有這兩種方法而已 那看到這邊可能有些人會懷疑 真的會有這種類型的人嗎 那我在這裡可以很負責的跟各位說 這種人其實還不少 不管是你的同學同事家人親戚朋友主管或是老闆 都會有這種特質的人存在 差別只在於他有沒有那麼大的權力 可以去摔那麼多的盤子 事實上台灣的政治圈也有一大群這種類型的人存在 當他們摔過盤子的時候 你也是不能罵的 否則就會有更多的盤子等著被摔 不信你回想一下 當初是誰搞了一個錯誤的疫苗採購和施打政策 結果後來被民眾罵翻了 讓我再想一下 當民眾和在野黨罵完之後 疫苗的採購和施打政策 有變得更好嗎 還是讓人更加的物理看花呢 所以呢我們要學聰明一點啦 不能再繼續罵了 從現在開始要改用誇獎的 這樣才能防止他們繼續爛下去 比如說陳時中部長是地球上最厲害的防疫指揮官了 還有蔡英文女士是整個銀河系裡最優質的領導人了 至於蘇貞昌先生則是台灣這1萬多年以來最好的行政院長了 請問這樣子我可以打第一劑了嗎 至於這一個人就說到這邊 我是橘歐蟹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歐碎碎片 我們下次